给股市新手股票入门基本常识 非常重要 你所认识的朋友至少要有投资经历20年以上 在金融风暴或景气循环来临时 至少要在跌破年限时会知道先迈出观望 它的人格特质是理性理智的 这样资历的人说的话比较可信 购买股票前都会先计算它的价值 让你在股市中不至于破产或赔钱 先下集预告 手上有600元以上价格的台积电或许还有旧 红海未来五年价值多少 能获利多少独家公开算给你看 从期货 选择权 外汇让你知道大户目前是买还是卖 金融存股族应该知道逢高分批获利出场 逢低买的讯号 如果以上所说的资讯对你或你朋友有帮助 请按订阅分享给你朋友 希望能帮助到更多人 公司刚创立时 股票基本价值大多为每股10元 1000股为一个单位 等于一张股票价值1万元 以大力光维力1987年成立公司 一直到上市股票价格最高为6075元 每张股票价值607万元 原始股东所投资的金额增加了607倍 这就是股票吸引人的地方 大力光 总共花了30年 30年前成立公司1万元一张股票 30年后最高价值变成607万元 这还不包含公司30年来所发的股力 由此可知 股票是高杠杆的投资 大家都只看到赚钱的一面 没人去想它从6075元跌到1525元 在2017年前 大力光搭上了智慧手机高速成长的时代 中国手机品牌的崛起 大客户华为智慧型手机 2018年超越苹果公司 成为全球第二大智慧型手机制造商 2020年成为全球市战略第一 让美国开始紧张 开始对华为实施禁令 展开对中国的贸易战 以前大力光不只是业界第一 它根本是唯一 现在不同了 第二 第三都追赶得很快 大力光2017年EPS 191.77元 2018年EPS 180.05元 2019年EPS 208.79元 2020年EPS 80.94元 2021年EPS 137.49元 2022年EPS 166 89元 EPS是指每股收益 Earnings per share 若以一家公司全年EPS10元为例 代表今年赚了一个股本 一个股本代表成立公司的资本额 如资本额11扣税后赚11EPS就是10元 市场会以本益比位估值 本益比 Price to earnings ratio 匹斜限益Ratio 是衡量一家公司股票相对于 每股盈利的价格的指标 一般来说 低本益比意味着公司的股票价格 相对于其盈利较低 这可能意味着该公司被低估 具有投资价值 相反 高本益比可能表明市场 已经高估了公司的股票 这可能导致投资风险增加 需要注意的是 不同行业之间的本益比 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一些行业 如科技行业 通常有较高的本益比 因为这些公司通常有较高的增长潜力 和较高的利润率 而另一些行业 如传统制造业 通常具有较低的本益比 因为这些公司通常的盈利水准相对较低 因此 在使用本益比时 需要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的特点 以大力光为例 2017年EPS191.77元 NEX本益比31.67 股价最高来到6075元 大力光2022年EPS166.89元 股价最低1525本益比9.13 有人已计算出大力光的价值已超跌 所以买入 因2017年前大力光属于成长型公司 所以市场上愿意给较高本益比估值到30倍左右 当计算出它无法再成长 开始衰退本益比仅剩10到15倍 2019年美国对华为实施禁令 这是大力光营收衰退的一个警讯 应该逢高卖出 2019年大力光股价最高还有5200元之后 就一直跌到2022年1525元 这段时间就是最多人赔钱 大力光2019年EPS208.79元最高到2021年EPS137.49 因为大力光大多数都是旗舰手机才会使用到它所生产的手机镜头 又因美国禁令 少了华为大客户 若非美国禁令 华为智慧型手机可能还是全世界市占率第一 大力光的股价可能也不会跌那么多 公司的成长与衰退才是股价涨跌真正原因 与你看很多书 学会很多技术分析完全无关 外资 外资通常只来自外国的投资资金 他们都是依照公司的成长去计算它的股价目标价 通常他定的目标价是不会来到 是提醒大家高点将至股票应该获利卖出 在一公司的每季 每月营运状况来好坏来判定 持续加码投资或持平 或减码卖出 绝对不会像一般散户死抱着股票不卖 眼看着获利变成赔钱 所以股票投资大部分资金 应该选优秀的公司经营者 对自己的公司未来的目标与营运皆会去达成 公开资讯透明 他们就像在学校念书总是第一名的人 自己会自动自发的念书 会去解决他在课业上不懂的地方 持之以恒的保持第一 并随时注意后面的追兵 第二 第三名是否与他拉大差距 完全不用你担心 如果你是买到像一通这样的股票 只跌不涨 2006年3月一通最高12005元 到2020一通下市变成一文不值 一通2005到2008年 这四年每年赚约一个股本 2006年挂牌上柜 股价最高12005元 原物料从1000美元下跌10美元 产业的变化与竞争太大 导致下市 学会估算公司的价值非常重要 才不会觉得以往的基优股 跌下来就是简便移而买进的陷阱 巴菲特也是精算过他投资的公司 才买进股票或卖出股票 他就是个理性理智的人 人格特质是投资股票致富的关键之一 2022年应该有很多人 从台湾加权指数18619到12629 从原本获利到惨赔 或一直买到负债 应该没遇到看懂行情的人 在加权指数跌到17000到16000时 叫你先卖掉一部分吧 2003年5月 目前手上有600元以上价格的台积电 或许还有新高点 台积电有新高价 代表台湾加权指数还有新高点 怎么评估 下集告诉你 目前5G手机 航运已开始衰退持平 要等过几年的换机潮才有可能 股价在有高度成长 目前的趋势就是以电动车相关的产业 开始慢慢的成长 只有跟着趋势 才能赚钱 投资一定有风险 投资有赚有赔 购买钱应审慎 在那边 请不吝点赞去 感谢观看